大家好 我是阿薩 歡迎繼續收看紙片馬力歐RPG 好 那這一集同樣 也從紙片錄一集的大冒險開始吧 我前陣子去波可麗村拿到了一個奇蹟樓盤的零件 哇 那真是一場緊張刺激的冒險 你想聽我當時的故事嗎 不過這可能刷來話長喔 好 波可麗村的冒險 這個故事刷來話長 搭船抵達千層派大陸後 我們就出發前往波可麗村 到了波可麗村後 我感覺氣氛有點奇怪 詢問村長情況後 他說這個村莊被一隻叫做 甲帶的大蛇怪物之沛啦 那隻怪物甚至要求村長 把女人牧師當成祭品獻給他 我當然自告奮勇地表示要去打倒甲帶啦 聽說祭品必須打扮成新娘的模樣 於是我就穿上新娘禮服 於是我就穿上新娘禮服 成功騙過敵人後 我順利潛入了甲帶的根據地 真想讓大哥也看一下我穿上新娘禮服的模樣啊 那還真的蠻值得一看的喔 真的假的 這麼自豪啊 到了甲帶面前的我發現那傢伙的尾巴上也長著一顆頭模樣十分可怕 不過我不會認輸 我巧妙地誘導甲帶的兩顆頭 等甲帶張開血噴大口想咬我的那一瞬間 我就快速地轉身閃躲 結果甲帶的兩顆頭互相咬住了對方把自己全吞掉啦 甲帶消失後 一個閃閃發光的板子丟在地上 這是奇蹟羅盤的其中一個零件 把零件嵌入底座後 羅盤指向了位於東方的賽奇島 我原本打算立刻就離開村莊 不過村長挽留我 問我願不願意和穆斯結婚 但我們隔天一早還是偷偷離開村莊了 畢竟 我得從怪物立國王手中救出一可雷公主啊 其實當奇蹟羅盤指引方向指 我總會聽見某個人的聲音 那個聲音非常的清澈悅耳 就像是在耳邊說悄悄話 我覺得那應該是一可雷公主的聲音 真的嗎 你為什麼這麼篤定啊 那聲音讓我心跳不已 也許我對一可雷公主 啊 那個就這樣我再次搭上船 好不容易才回到了這座惡棍陣 以上就是這次的冒險故事 欸 啊 右邊這個像櫻桃的炸彈兵呢 它沒有出現在故事裡啊 OK 我是來自波可麗村的炸彈兵 切 切 切 瑞 切 瑞 切 瑞 崩 我再也不想看到路易吉打扮成新娘了 蹦 哈哈 那附魔要看起來真的很笨拙 哈哈 因為他不喜歡穿 他不習慣穿這種衣服 所以老是跌倒 把路上的東西都破壞掉了蹦 如果路易吉有意再打扮成新娘 我就有義務要阻止他蹦 為了不讓更多人遭遇不幸 我決定跟著路易吉蹦 所以他其實根本 在冒險裡面也沒什麼起什麼作用了 純粹就只是那個新娘服讓他不爽而已 是吧 哈哈哈哈 他是炸彈兵叫做切 瑞 喔切 瑞而已喔 切 瑞 切 瑞 是魯伊吉的同伴喔 這位炸彈兵有點與眾不同 切 瑞就是切 瑞吧 是不是 他好像充滿了使命感 一定有見識過大場面 哈哈哈哈 總有一天 我也想要穿上婚紗 開玩笑的啦 哈哈哈哈 OK 這個是怎樣 直接打掉 不啦 原來是這樣啊 這樣就不用 飛機了是吧 evac會 喔 左邊的 看起來蠻可怕的森林 那是什麼 這是了 這是第四顆新知識的所在地喔 必須再讓富朗克莉老師看看才行 不過更重要的是 也得告訴老師 碧姬公主寄了郵件過來 喔耶! 什麼啊! 抓走碧姬公主的那群人 目的居然是征服全世界 是啊 而且他們為了達成目的 似乎需要傳說中的寶物 呃 看來事情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嚴重 其實 老夫一直在調查傳說中的寶物究竟是什麼 結果老夫在某本書裡看到有關寶物的驚人描述 上面說那個傳說中的寶物其實是個恐怖的災難 也就是在千年前讓大城市沉入地底的那場恐怖的災難啊 也就是說 那幫傢伙打算利用災難的力量征服世界嗎 雖然不知道他們在打什麼算盤 但這可能性很高 既然這樣 無論如何都不能讓那幫傢伙得到傳說中的寶物 要是落到了那幫傢伙的手中 這個城市就真的會再一次 不 搞不好全世界都會毀滅 老師 既然這樣 我們就得趕快找到下一顆新知識才行 呃 根據地圖顯示下一顆新知識似乎在陰暗村 陰暗村 坦白說老夫也不太清楚 雖然曾聽說過這個村子就和名字一樣既陰暗又詭異 稍等一下 啊 看來通往陰暗村的水管也在城鎮的地下 剛正好在西區的下方 西區的下方嗎 謝謝老師 走吧 瑪莉歐 趕緊出發 欸 這裡面沒有東西了 漫漫林 走進漫漫太郎的家中 明明能聞到漫漫太郎的味道 卻見不到漫漫太郎的身影 這件事讓我感到很悲傷 而且你家最近還變成了漫漫級的味道 哈哈哈哈哈哈 他曾經待在烘巴巴的肚子裡 那肯定是烘巴巴的味道吧 我一點不能接受 不過他有一天會成為我的公公 啊 公公 哈哈哈哈哈哈 真是的 在寫什麼 好害羞 不過還是繼續去吧 嘿嘿嘿 哈哈哈哈 漫漫太郎還真 還真好 竟然有這樣的女朋友 這個也可以打掉了 哦 這個太陽之力呢 OK 這個不知道可不可以過了 用藥光 這個能過了嗎 用藥光的能力 欸 不行欸 藥光跳不起來 所以他還是跑不過去 哎呀 差一點點 哈哈哈哈 我們覺得好像可以又好像不行 在很微妙的一個 啊 這不行看看 感覺是不行 啊 這不行看看 感覺是不行 OK 四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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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獎的獎品風 啊 四獎竟然是緊急蘑菇 四獎就已經還不錯了 好耶 那可以再買一張嗎 可以越買越多齁 哦 他是重新購買 不能 不能買越來越多張 就中獎機會就越來越大這樣嗎 哦 一百 太貴了吧 算了 看來我就只是拿這一張了 直到他中獎的那一天 有中就好 啊 西區是吧 西區下面嘛 所以是從這裡下去 左邊 左邊解開了嗎 因為有藥光 哦 這邊還有太陽之力呢 這樣我又有兩個了 再收集一個又可以增加一個同伴的力量 那個水管是後面 是去後面 啊 這裡是 這裡是通往那個的吧 先去那個水管 啊 在這裡可以玩瑪莉歐 這也太慢了吧 客群分得很清楚 老任覺得會玩這款遊戲的人 可能不擅長動作瑪莉歐 所以這個平台動超慢的 下面有什麼嗎 哇 哇 OK 這個水管是 哦 另外一邊啊 嘿嘿嘿嘿 OK 哦 緩緩回復糖漿 嗯 哎 這滿了啊 呃 哦 通到這裡 這問號是什麼 先不要打好了 等一下又是道具 欸 哪有這樣的 真死的 真死 弱小的就應該 乖乖受死 哇 這什麼空間啊 這根水管是 100層地下層的入口 連接到地底深處 請注意 火樹殲滅徽章 和衝擊攻擊徽章 在這裡不管用 蛤 這是Endgame要素喔 讓你挑戰100層的 曾經去過最深層數0 這隻出來 欸 他這門是什麼 哦 回到千年之門的另外一邊 好吧 可是 要回去得從這一邊 那邊有個空間 那邊有個空間 那個要船吧 好 出發 前往陰暗村 這水管好特別 被水管推回來了 What 這是怎麼回事 再回去問問老師吧 蛤 又要回去 老師我們找到通往陰暗村的水管了 但不知道為什麼被推回來了 無法進去水管裡面 什麼 無法進去水管裡面嗎 啊 老父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啊 啊 哦 哦 對了 那冠戰的某村應該住著一個來自陰暗村的家夥 那家夥或許就是要進入水管的方法 印象中他的名字叫 哦 對了 他是請問陰暗場所的 克拉加利 老父看過他在這間房子附近走來走去去找克拉加利吧 好 我知道是誰 Let's go 那邊 跟人家已經派到 鎖 那邊 呢 那邊 這是誰 Arm 我 我 是誰 你們被通往陰暗村的克拉加利 你們找我有事嗎? 欸?你們被通往陰暗村的水管推了回來 進不去裡面嗎? 什麼嘛 這還不簡單 只要身上帶著寫有自己名字的東西 就可以進去了啊 我問你喔 你身上有帶什麼寫著自己名字的東西嗎? 那稍等一下喔 克拉加利要幫你寫 你叫什麼名字 你叫瑪利歐是嗎? 那我幫你寫 我幫你在屁股上寫瑪利歐 還可以這樣 這樣就行了 我也是可以幫你的夥伴寫名字吧 你叫什麼名字呢? 我叫克拉加利是丁喔 欸 他 討厭 感覺有點癢 不不不 這樣一個女大學生就這樣被人摸屁股了 雖然不知道你們去應該村上要做什麼 總之好好努力吧 克拉加利也會替你們加油 雖然他名字聽起來是女的 可是他聲音是男的 好 終於要去了 終於要去了 終身為豬而響 為豬而響 好 終於要去了 終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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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 終於是 終於是 終於 你以外的人了,你是從遠方來的吧? 從你那張臉來看,一定不會說你是冒險者,對吧? 不過你來的時機不太好,也許對冒險者來說,這個時機反而正好! 欸?你知道時機不好是什麼意思啊? 這讓人很在意耶! 這讓人很在意耶! 這件事不僅會讓聽的人毛骨悚然,講的人也會覺得毛骨悚然 啊!終身又響了! 啊!他會說,Ideas的! 呃,好可怕,原來你們是會怕喔! 這次究竟是誰會... 啊!變成豬了! 欸!這是怎麼了啊! 喔!這次是佛雷迪變成豬了嗎? 喔!這是個老村長! 大叔你是誰?欸!他是大叔啊!不是老人啊! 老夫是這個村莊的村長! 你們是旅人吧! 在這種地方說話也不太方便,總之你先來老夫家吧! 他竟然沒有被變成豬! 他竟然沒有被變成豬! 旅人啊!歡迎你們來到這個陰暗村 雖然很想這麼說 但現在不是說這種話的時候 如你所見,這個村莊被詛咒了 走著! 其實... 從這個村莊繼續走有一座森林 而森林深處有個古老的建築物 叫做金魂寺院 因為住在那裡的怪物所下的詛咒 每當寺院的鐘聲響一次 就有一個村民會變成豬啊! 心愛的人變成了豬 而自己何時又會變成豬呢? 大家都害怕得晚上睡不著覺 不過這個村莊一整天都像是夜晚啦 這樣下去,村莊總有一天會充滿了豬 為了你們好 在變成豬之前還是趕快離開村莊吧! 村長我們不能回去啊!我們正在找東西 叫做新知識,是閃閃發光的新型石頭 你有聽過嗎? 雖然不知道是不是所謂的新知識 不過老夫曾聽說 在金魂寺院裡 供奉著一顆發射紅光的新型石頭 太好了,那一定就是新知識吧! 那你們 該不會是打算去金魂寺院吧 抖抖抖,實在太勇敢了啊 變成豬是怎麼樣的心情 還是說心情本身會消失 啊,好討厭 樹屋裡面的人啊 還可以使用呢 對話 打卡打卡 這氣氛,這村莊的氣氛做得很不錯 欸,竟然有火焰花 火焰花 火之花 啊,新知碎片 新星碎片 一直講錯 房子裡面的人都好好的啊 這招是不是太陰暗了 只要待在這個村莊就會變得很消極 所以像我這種人 就算變成豬也沒關係 那待在房子裡面就不會變成豬 喔 自從上店的老闆變成豬以後 就買不到食物了 喔 所以在房子裡面還是會變成豬的 孩子們也餓了 到底該怎麼辦才好 肚子餓了 旅人啊 如果你有帶任何食物 可不可以分我一點 我有草蘑菇 看起來還蠻大盤的 給你吧 喔 我真是謝謝你 孩子們一定也會很高興的 雖然這不算是謝禮 但請你收下這個吧 欸 流星欸 這個還蠻強的 話說這位旅人 你從哪裡來的 呃 啊 那小孩還蠻可愛 這該不會是旅人三姊妹濤吧 感覺是欸 他們那麼可愛 一定要救他們 這是 道具店 為什麼道具店的花也 印堂發黑 哎呀 是客人屋 很抱歉目前沒有營業 後面有個鎖 鎖著的門 你問我怎麼了 我老公他變成豬了啊 變成豬了 我老公昨天為了採藥草去森林 正想他怎麼遲遲沒有回家 他就以這副模樣回來了 那他還回得來啊 還蠻厲害的 雖然和他吵架使我半開玩笑的時候 像你這種人不如變成豬吧 但他怎麼可以真的變成豬啊 他有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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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這太快了啊 啊 講完了 你有認真在聽我說話嗎 有有有 你能不能想辦法 讓我的老公恢復原狀 要是能辦到 我什麼忙都願意幫 甚至把店裡插鍋的東西都拿走也沒關係 原來這是他的倉庫 OK 欸有個水管在這裡 被水管推回來了 我們不是有寫名字嗎 奇怪 這是出來的路吧 這從哪裡出來 還是這是快速移動 據說這前方的森林住著可怕的怪物 如果你無論如何都想前往就去獲得村長的許可吧 看來又是那一套 讚了 趕緊去村長家 村長家 喔 鋼煞蕾子 他還是叫我鋼煞蕾子 鋼煞蕾子也是終身欸 難道又有人要變成豬 鋼煞蕾子 不不不不不 開玩笑的啦 變成豬的不是我 別開這種玩笑啊 完蛋 村長變成豬了 啊 該不會這一隻豬是村長 怎麼辦 這樣得不到通關門的許可耶 還是說那個守衛也變成豬了 果然他也變成豬了 小門人不在耶 不對他是變成豬啦 算了也許這樣剛好就趁現在通過吧 這可以推開的樣子 喔黑色鑰匙 這個有詛咒 這是詛咒的鑰匙 蛤 中毒的利寶寶 中毒的利寶寶 多重跳躍 多重跳躍 哇吃加6 每一個都加6 簡單來說就是能力超絕的利寶寶 原來不是中毒利寶寶 HP有8耶 不過他要是用力的蓄力 下一次攻擊力就會變成8 好 沒辦法及時大招他就別勉強 只好拼完美格擋 齊 NICE OK 經驗值這麼少啊 拼就超絕利寶寶了 喔 前道是很多 呵呵呵 欸又拿到蘑菇 等 道具實在是 喔 超級蘑菇 欸 又滿啦 哪裡 怎麼有一隻豬 你是哪一位 這隻豬應該是村民 難道是因為變成豬的打擊過大 所以忘記怎麼回家了嗎 欸 欸 商店倉庫門鑰匙 欸 所以 所以 所以是怎樣 我要回去開倉庫的門 不管他直接開 好多道具喔 唉唷 先不要撿好了 先拿這個才重要 不會吧 我剛才聽見 居然聽見人的聲音 居然有人會來這裡 真是不敢相信 真是不敢相信 居然有人會來這裡 什麼 你之前也見過和我一樣的箱子嗎 不對不對 不是那樣的 那些箱子跟我無關 那些箱子 快點把我 從這裡放出去 拜託你們啦 嗯 什麼 你說打開就會被我詛咒 嗯 該說這是詛咒嗎 真要說的話 我是打算 視於你很棒的能力 你覺得怎麼樣 誠心拜託你了 只要找到這種鑰匙 我已經找到啦 所以說 好 反正我需要 欸 你已經找到鑰匙了 我需要你的能力 哈哈哈哈 歐巴卡拉 你以為出現一個性感美女 哈哈 原來是性感美女嗎 本大爺會用上所有怨念好好詛咒你一番 你會怕到把身體捲得小小的 喔 捲動 捲動 指章的能力了 嚐嚐本大爺的詛咒 滾膩了 啊 叫做滾膩了 這根本就不叫詛咒啊 哈哈哈哈 還可以滾膩了再變回來 笑死 先不要碰到道具 這是什麼 這徽章 喔防禦力提升徽章欸 還不錯 欸要5也太多了吧 太扯了 那個東西應該是 好你幫我打開倉庫的門啊 只要你喜歡倉庫裡 任何東西再去管拿走吧 如果能讓我老公 恢復原狀 這點東西不算什麼 我也不能再繼續 悶悶不樂了 必須趕緊準備開店了 欸 雖然我還是希望他 趕緊恢復原狀 和我一起開店 等一下 那個東西該不會是 啊 皇家果凍啊 50也太多了吧 欸 那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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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樣走這樣走還比較快 這叫什麼這要吹掉 有了 有了 水管 哈哈 好多星星碎片 星星 對我沒念錯 星星碎片 哈哈 哇哦 喂喂喂 小花小花小花 哇 有沒有感覺好像HP很多的樣子 還是 這氣氛真的很讚欸 這是重製版才這樣嗎 我已經忘記原版了 這一段實在是 沒特別有印象 好多 外表雖然可愛 但是似乎是麻煩的對手 HP有7 三色花搖籃曲 聽了就會變成睡眠狀態 欸 成功格擋就不會進入睡眠 ok 變少會逃跑 原來要那個時候擋 啊 中 還好沒睡 好可怕 好可怕 投擲錘子徽章 欸 這個好像還不錯 而且是無視防禦力的傷害 一點 那 不要貫穿 敲擊 用投擲 因為他們 他們都是 他們都是 無視防禦力 欸 欸 還真的有一直深入森林的感覺 而且越深入 就越晚的感覺 又要晃回來 又要晃回來 這邊庫羅達的能力還真重要 喔 屁屁座的地方 酷捏 勒 唉唷 goats 沒用過吹飛 吹飛看看 欸 吹不飛啊 這麼重啊 又蓄力 欸 翻過來了 沒事喔 終於到了 到了嗎 這個是寺廟 驚魂寺院 喔 原來遠處看到的那個不是石頭 是寺院的外觀 這裡就是怪物居住的驚魂寺院 感覺氣氛很詭異欸 趕緊找出新知識吧 先全回復一下好了 嗯 我們是要從這裡進去嗎 還是從這個進 咻咻咻咻 哇 欸 有藍色龜龜 而且還有太陽之力 一隻而已 零 呵呵 又零啊 又要把它翻過來啊 鋼龜龜 哎呀 好像有點可愛 HP5 防禦力有死 防禦力相當高 而且火焰對爆炸都不管用 跳躍將它翻過來 喔 跳躍就可以翻過來 真是的 我還以為它要跟那個之前那些一樣 跳躍沒辦法 那就再跳躍 這件只有夠少的 太陽之力 下個同伴 下個同伴加強有著落了 哇 嘿嘿嘿 那是 那是徽章欸 還是得拿一下吧 如果它不會主動衝過來的話 也許可以慢慢的 哇 它會啊 嗚嗚 真是的 這個時候才要用地震 對不對 它用地震比較好 因為用連續攻 連續跳躍的話 反而沒辦法 唉唷 還會這樣喔 唉唷 還會這樣喔 好慘 會經驗值5嗎 這樣才一坨欸 先拿 趕快拿吧 嗚嗚 啊 碰到 它起來是尖制的 龍捲風跳躍徽章 沒東西 沒東西 喔 有東西 居然是藏在這裡 哇 好漂亮啊 那個應該就是這次的王了 看起來就是 感覺好像是個什麼植物王 喔 寶物庫欸 而且還有鋼琴 冰凍敲擊 那我就不用大費金幣去買啦 啊 真是的 只好賣了 料理書欸 Mess 料理書 欸 料理書 這個要直接給南希吧 這鋼琴可以彈嗎 這鋼琴可以彈嗎 這後面有東西嗎 這鋼琴可以彈嗎 欸 喔 竟然是 好喔 完全就是 在 再 再 再錶我捏 沒東西 沒 沒 不能彈 沒 不能彈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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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不能 欸 這也是離開嗎 這個門 喔 喔 她是害羞幽靈喔 大家都很熟悉的漂浮鬼怪 話說這隻害羞幽靈 是不是都一直待在這裡啊 感覺有什麼引擎 蛤 所以就是要我 蛤 蛤 這可以推 哇 掉下去了 喔 真好 真好我心下面還擺一個彈簧 蛤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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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嗚 Nice 這是徽章嗎 欸 花朵節約徽章 FP減少1欸 蠻強的 可是一定又要Cost很高吧 果然 4啊 4是還好 可以調整一下 愛心增加不要 然後再減掉一個1的 이다 4 快快樂快快快快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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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既然這樣子的話就你可以不要然後用這一個 因爲快這個反而比較 比較聞到 快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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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t 既然這樣講話就可以不要然後用這一個 什麼事? 哇!跑出來了! 雖然很突然,不過我要出題了! 蛤?真的很突然? 剛剛從這裡箱子出現了我們總共有幾隻? 呃...看起來...感覺像200隻欸! 答對了!啊!真的是打了200隻! 這個給你!我好恨啊! 喔!加命菇! 也許還會再見面! 剛好缺一個! 那是...不過50對我來說也太多了吧!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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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直接跳回去! 這樣子就可以...到房間裡了! 你會欺負我嗎? 會! 你這種傢伙快給我走開! 又在問一次! 不會! 你說真的吧! 來!出來吧!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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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像那個... 馬力歐世界的鬼屋!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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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怎麼這樣子還怕人家欺負你啊 可以進去了 這是外面啊 喔這是墓地啊 上面有那個蝙蝠會掉下來嗎 波...波谷 是你嗎 你一定不是 升級了 nice 升BP吧 這邊可以出去 誒誒誒 蛤 蛤 啊 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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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應該有什麼才對 還是現在開不了嗎 克里斯丁你怎麼看 這裡是金魂寺院的走廊可以稍微接觸到外面空間讓我稍微松了一口氣沒有問你這個啊 欸 還是要開了這個開罐才有用啊 原來不是什麼隱藏的地方 還是沒有啊好吧 啊 我 你 不會 掉下去 不會 好像有兩個什麼東西要牽到這裡 是上面掉下來的東西嗎? 喔 不是啦 要鑰匙 我有嗎? 沒有 這邊也有一個紅色的鈕 這樣兩邊都開了 那還在閃紅耶 為什麼 喔 欸 欸 欸 樓梯變到中間來了 所以 另外一邊還有一個 這個好像開了會掉出去 所以先開 再開一次 對嘛 那個會從中間那邊掉出來 這邊要用耀光 那這每次都對不準就會掉下去 呀 你 走開啊 OK 拿到了 喔 這邊有個 save point 欸 那還蠻剛好的 那今天的 紙片馬六RPG就先玩到這裡 下一集再繼續 驚魂寺廟的冒險吧 真好玩 好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拜拜 看看吧